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买车都是10万元左右的 因为价格太低的话 可能会怕车的质量方面动力都不太好 但是价格太高的话 又觉得自己能力还不足 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10万块钱是一个分水岭 原来大家买车的时候都比较喜欢偏向进口车 但是现在国产车也是做得越来越不错 所以大家如果有10万块钱的话 大家可以选择一些比较好的国产车 那我们就来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三款实力的SUV 都是空间比较大 而且价格都蛮合适的 我们首先来说说简易X5 这款车的好处就是在于它的发动机 是马力相比之下最大的 虽然它只有一点8T 但是它其中还有CVT 所以对于新手来说 看起来会更容易一些 而且舒适感也比较高 而且这款车挡在前面的悬挂上 还增加了稳定感 它在过光的时候 可以减少颠簸和倾斜感 第二款是宝骏560 这款车比较引人注目的是 它可以不用钥匙就可以启动 它的座椅是电动的 进入这个圈子 就可以感受科技感十足 而且在10万块钱左右 宝骏560可以买到标配版 如果买别的款还需要加价 所以这款车的价格质量是最合适的 大家在选择时候 可以先考虑这款机车 第三款我们来介绍一下 原浅1CV这款车 原浅1CV这款车的外观很有时髦感 而且它的轴距要2米多 快要接近3米长 而且它的后座非常宽敞 大家人出去旅游完全没有问题 这款车的亮点 就是可以在抖波上缓缓的下降 车的系统对于刚刚开车新手来说 是最为合适的